本星期谷歌总裁主管埃里克·斯密特访问朝鲜 引起外界注意到朝鲜当局严重限制上网的方针 他们将上网权利只是给予本国特权阶层和他的家人 斯密特在结束对这个与世隔绝的共产党国家的四日私人访问的时候 直接了当地评论了这个政策 他星期四在北京降落的时候对记者说 他警告朝鲜当局继续与全球信息网络隔绝将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发展 他说朝鲜政府无必采取行动 无必让民众使用互联网 朝鲜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做 这个是他们的选择 以他所见现在是他们行动起来的时候 否则他们将继续落后 斯密特在本星期访问了朝鲜几个技术设施 这是一个指称为人道使命的小型美国代表团 一次访问的部分内容 斯密特一向支持向世界各地民众提供上网途径的做法 而几乎所有的朝鲜民众都被剥裂了这种权利 这个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 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李查森 他说他未能会见一名在朝鲜被拘留的美国公民肯尼斯 朝鲜当局以未指明的反国家罪名拘捕了这个人 朝鲜当局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并且很快将启动针对他的司法程序 李查森说他还敦促朝鲜官员启动对弹道导弹 和可能的核试验的暂禁令 美国和他的盟友一直在敦促对朝鲜施加新的制裁 因为朝鲜上个月进行了远程火箭施射 美国国务院批评这个美国代表团对朝鲜的访问不合时宜 设在华盛顿的朝鲜人权委员会对美国之音说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很可能认为这个广受关注的美国访问团 给予他的领导层某种程度的国际认可 朕炉 剑